来我要小田田不要 不要啥没看着小田田 听得到吗怎么怎么事能听到 我之前看你的作品上说是美国税收 37个点对吗 不是他有高有低的不一定的 他得看你是收入多少 完了还得看你总共就是你的你的情况 你说没有孩子有没有房子怎么结婚呢 有没有老人呢这些东西不一定的 单身啥也没有最高 然后你要挣1万以上的话一个月能到37 还得是加州不是加州也不一定 哦我我之前看一个美国那个什么叫大师兄的主播 我看他说 呃他是说在美国开了个按摩房子里 说他技师是按百分之五十分成的 是是呃是呃是 不是这和你一个问的问题有啥关系哥们 呃我第一个问题我主要是看你看你的视频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 我我想问一下他就是按百分之五十分 大部分都是这样啊 这基本上吧基本上都是按五十分 呃百分之五十对 等一下和老板挣一百块钱他分五十对大大大费挣分五十小费你员工自己拆兜 哦他呃 挣五百分之五十然后他就是在综合税收然后他再分走一百分之三十不是就是客人掏一百你就一人五十完了他拿五十再加小费 但是很少有干按摩或能拿上一百的那都是能拿上一百的都沾点擦边了 哦我之前都看他主播他拍这边那边好 然后他最终的意思就是别哼在这里就是按正常过来 我看他当时要看他听他说有一家的看他的直播想移民想的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哈哈 没没没意义就是那种盲目盲目崇拜的那些人能拦就拦拦不住那你就让他干啥就吧 你就让他去让他去去去去去尝试一下是不是 是是嗯你要你要是觉得他们还有救的话你让你来看我直播我可以跟他闹我可以告诉真实啥样 也别别一直就说不好有一些有一些行业还是挺好的关键是没听没看着现在没看着来了以后全都奔着那个追卷的工去干去呢那谁能好了啊 没啥问题了哈那好了来下一位哈